欢迎来到落成时事速递 来看一条快讯 加州州长刚刚宣布 最快9月7日发放300美元失业救济金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020年8月27日 加利福尼亚州官员周四表示 从8月1日开始 数百万在新王冠流行期间 失业的加利福尼亚人将很快获得每周300美元的失业救济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批准了加州的45亿美元申请 已支付加州的失业救济金至少三周 7月 加利福尼亚州每周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已经到期 加州就业发展局的官员周四表示 他们将从9月7日开始为符合条件的人处理资金 并将这些钱尽快寄给人们 加州劳工部长朱利苏之威SU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些好处对于加州家庭和社区的基本安全以及经济至关重要 该病毒已严重破坏了我们的经济 在我们执行加利福尼亚失业保险制度的过程中 要升级和加强 我们将继续使用联邦政府提供的额外资源来帮助失业者 根据加州就业发展局的数据 目前能够每周在加利福尼亚州获得至少100美元的失业救济 并且由于新的王冠流行而证明自己失业的加利福尼亚州居民 可以获得300美元的补贴 尽管国会对于延长之前每周600美元的补助计划陷入僵局 但特朗普总统于8月8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从现有的联邦紧急基金中拨款440亿美元 以允许每个州向州提供300美元的救济 由于流行病而失业 加利福尼亚州是第18个获得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批准参加该项目的州 目前救济金只分配给三个星期 是否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支付 将取决于这笔钱是否已支付 据了解 救济金可能会在三周内支付 这也引起了包括旧金山法律援助组织律师乔治华纳在内的防客维权人士的注意 乔治华纳说 特朗普的失业救济金可能使加利福尼亚人和美国人感到失望 考虑到新王冠流行对就业市场的破坏性影响 每周300美元的失业补助 对失业家庭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此外 需要获得特朗普的福利 也就是说 失业者需要获得加利福尼亚 每周100美元或更多的钱 这不包括许多最需要帮助的人 乔治华纳表示 这些要求伤害了在职家庭 经济和社区 这项补贴仅够一个星期 但美国各州需要更多的时间 金钱和资源来恢复 目前 加利福尼亚州的失业救济金要求数量空前 州政府官员最初表示 他们过时的计算机系统可能需要长达20周的时间 才能重新编成以处理新的联邦拨款 但是现在该过程已经简化 因此发行资金的速度已提高到9月初 关注订阅我们频道 给大家带来更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